白冰冰感叹只剩下自己!放上爱女合照格外悲伤! 白冰冰感叹仅剩自己!图翻设字眼书!2018年4月21日! 综艺天后白冰冰高龄93岁母亲近日在医院逝世,她受访时透露不会举行攻击,神情看来有几分憔悴! 20日晚间她在脸书放上父母自己与仪式爱女白小燕的合照,并写下,画面中欢乐的四个人如今只剩下我!字句充满悲痛,令人难过! 白冰冰在脸书写下,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努力见识自己的人生,回顾自己一辈子走来的各种功过! 成为这样结局,到底是命运使然还是卫士因果? 天地之大不知有多少人正在受命运折磨,想起在好友圈中也有人罹患忧郁病,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相信他人依然也是在人海中浮沉吧! 他感叹昔日美好的天轮照,您妄想片中的每一个人,曾经是这么欢喜,快乐,美好,如今三个人已经在天上相聚了,独留我在世间继续努力,大家都鼓励我要擅自珍重,安排好自己的未来,而我,仰望天空今夜无云,没有星星! 白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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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在今,二十一,日下午又写下,修行千节,只求遗物,修智慧,不修制约 更分享叩拜,念佛,合掌,产品,欢喜,精修,补师,学佛,成道等佛语,似乎对亲人的离去感触特别多